文露西法尔 可惜国民行李的定型之作,好像在网上根本没人聊,首播百分之一上下的收视率,绝对没达到人们的预期,倒是豆瓣的分数,已经直笔最低底线,然后微博一搜,就出现了这样的内容,我不确定这种方法,是不是真的可以拉高收视率,所以不清楚这位芦苇,是不是在调侃,但我真的很羡慕家里有三台电视机的人, 连被观众扔了无数臭鸡蛋的新版流星花园在其面前都可以松一口气,哎呀妈呀,这咋比我还惨,甜蜜暴鸡,到底讲的是什么? 此剧的主人公明天,当然就是陆寒,本来因为家境贫寒即将辍学,却被一所宁流女子大学免费录,娶了,成为全校唯一的男生,入学后他发现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学生格斗术,自己就像来到了天堂岛,身边的女同学各个都像亚马逊女战士, 而女主角邦宇也就是关小童,是学校中被遵仇为格斗擂台的女王,高冷屁腻,走路带风,家财万贯,并且处主和明天作对,没错,就是霸道女总裁爱上纯情小白兔的设定, 这相当于,是个格斗版的流星花园故事,只不过,男女主角的剧本,是反过来的,这时候就应当记住古阿默的那一套人设画分法,这是一个女主男和男主女的故事,熟悉动漫题材的观众一眼就看出了, 这个设定怎么这么像,我被抓到贵族女校单数年样本,一类的清小书后宫啦,甜蜜暴击的原作狂野少女,还真是Vetune的代表作, Vetune是一种起源自韩国的网络漫画,这个词就是由Web网络和Tune卡通两个词拼接起来, Vetune的特点就是纵向个图,也就是网民俗称的调漫,和脱胎自止没的日本漫画不同, Vetune是合在移动数字设备中上下滚动观看,原本落后于日本漫画的韩国漫画也凭此实现了弯绕超车, 收割了大量新生代的漫画观众,前一阵火爆的韩剧,《精密书类和那样》,就是改编自同名的热门Vetune, 《精密书类和那样》201包,那么问题来了,《精密书类和那样》,得到半评分高达8.2, 可见原作的网络漫画出身并不是影响评价的因素,而这些年来日本漫画影视剧铺接无数,也证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, 并不是照着一部优秀的原作,就能拍出一部精彩的影视剧, 真人画改编需要投入大量的心血精力以及适当的风格转化,才能再现原作的精髓, 甜蜜暴击的改编演绎,却让人怀疑,整个班底对原作的理解都存在着什么误解, 豆瓣短评在这个时候又担任起了一针剑血的功效,第一集一时, 主人公陆寒正在为两个弟妹准备早餐,电视机里正放映, 这个斗女王关小彤的比赛,本来是男女主角身份境况差异的一个对比, 主要是为了凸显女主的厉害女妇和男主的困难与穷, 但是,剧中的这两段戏,都处理得无比糟糕, 陆寒的设定是一个父亲早逝,母亲离家出走, 辍学纵合把还要拉扯弟妹上学的打工青年, 想想,就算他有陆寒的脸, 但是,依旧是一个快递小哥的家境啊, 原作里是这么表达男主的穷的, 女主角甩手一百万韩元的支票, 相当于六千人免币,就足够男主寄弟妹活三个月, 但观众们看到的陆寒的家, 却是大落地窗和半开放式的阳台, 促新的家具,两室一厅,还是在澳门, 整租的话,怕不是每月租金都要六万, 陆寒他是在宋和半啊,不是在迪拜捡垃圾, 规矩对打工到底有什么误解, 还是说对宋和半的工资有什么误解, 而观小童呢? 既然饰演的是格斗女王, 动作戏自然就少不了, 这场内太格斗是真的在生动不过的, 全是了什么叫花拳秀腿, 任何一个对格斗有点了解的人, 对这些段落可能都会无比气氛, 互吃互带,互道没有, 格斗台上自由飞翔说是, 为了视觉感也就算了, 关键是, 你连一点肌肉都没有, 打什么拳啊? 丫头影响说台词, 演员没带我就忍了, 但要形体没形体, 要架势没架势就是态度问题了, 就算有些镜头可以用替身和剪切糊弄过去, 当镜头给到正面进井, 的时候还是能感到强烈焰鱼感, 尤其第一级结尾出关小童, 打下陆寒面门的那一拳, 根本就是小拳拳锤里胸口, 发力方式不对, 还特意用定格强调一下, 凝视对格斗有什么误解, 至于陆寒每天才退雪边缘试探, 还能不时露出阳光自信的招牌微笑, 乖小童身为学员女王, 大彩团的继承人每天都眉头紧锁, 倒像是欠了人家, 一大笔钱一样, 我觉得倒属于正常发挥, 大概两位始终对表演都存在误解吧, 不过比起该剧的编档对原作的误解来说, 这些可能都不算什么问题,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部恋爱剧, 偶像剧, 漫改剧, 我们能理解它可以巴糖, 可以无闹, 可以中二, 但是说出我是我命运的主宰, 我是我灵魂的, 统帅这种台词, 主角真的是大学生吗, 语文不及格吧, 再看看数学课你就理解了, 课上, 陆寒回答出了一道别人, 都回答不出来的题, 得到了老师的极大赞赏, 老师高兴的像个200斤的胖子, 你还以为解除了什么, 了不得的某某某猜想呢, 顶尽一看, 黑板上写的, 是追击问题, 我们知道这所学校是个三本体校, 但是究竟是什么大学还在叫小学数学啊, 老年大学, 而在这所全女校终于开始着男生之后, 陆寒竟然是唯一一位入学的男生, 学校还专门帮他建造男厕所, 男浴室, 那问题就来了, 学校里的这些男老师, 譬如上面的数学老师, 都是去公共设施解决问题吗, 这简直堪比种族和离阶段不给黑人修厕所的事情啊, 连想到这所学校招生, 是在大街上发传单, 编剧对前后的一体化, 系统化, 其实还考虑的蛮到位的, Waytune是一种面向那些不太接触纸媒漫画, 习惯用手机看漫画的年轻读者群体的媒介, 因此不像日本漫画那么繁, 可能两者的基本情节差别不大, 但Waytune的风格就更偏像是景画一点, 有点类似90年代的香港电影《惠客一求俘》, 比如原作《狂野少女》中崔达达, 即电视剧版的《宋小米情节之下》穿着睡衣睡裤跳上来台, 同样的情景在面前宅男的日漫中, 多半会被处理得更加性感, 在电视剧版中, 这段情节对照的是第三集, 宋小米与小混混帮拍大家的情节, 台湾演员上有一身可爱戏打扮, 亮丽归亮丽, 从造型上看就完全欠缺这种泼妇式的霸气, 所以Wetune的改编, 如果要在线圆珠的风味, 就一定不能端着我上偶像的架子, 要像当年上林足球中的赵薇, 石山中的墨洛威那样感于丑, 感于泼, 才能真正和观众打成一片, 假设让史蒂芬周来拍这部戏会是什么样, 陆寒饰演的明天主人公一家, 一定不会助阳光通透的样把学区房, 而是喜剧之王中的那种窝居, 一定不会做出一边对着水池丢硬币, 一边大喊我事我生, 命的主宰这样的羞耻, 雷尔是在每天坐着直升机上学的女同学面前感到自悲, 当然, 也一定不会把打戏处理的这么惨不忍睹, 甜蜜暴击是一部为偶像工业彻底报价的电视纸, 是专为粉丝制作的大型福利, 每个角色都无时无刻, 不被包围, 在那种天真无知的粉红色套牌中, 难怪喜欢它的人愿意同时开三台电视一个平板来刷它, 而对于粉丝群体或者不享受这种天真无知的人来说, 这部剧的每一分钟, 都是对自己审美的暴击。